我從16歲開始放學的時候 穿著校服背囊 去旺角那些樓上的咖啡館做兼職 做了六年 我每天放學就回 然後做到凌晨兩三點 就放工回家 第二天早上上學 直至我做到22歲的時候 我正式畢業離開校園 然後我想開自己第一間咖啡店 跟家人合作開了第一間店 但就不是用牧羊少年這個名字 正常香港的一些港式餐廳這樣做 然後做到大概26歲的時候 很多我們店舖的年輕同事都幫到忙 我就開始想抽身去一下旅行 感受一下世界 當時我就看了一本書 就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那本書裡面就是講一個 牧羊的年輕人 有很多財產 很多羊群 但後來他就想踏上旅途 去追尋一些他覺得的寶物 然後他就放棄了羊群 就踏出了這條路 我就覺得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們嘗試用這個概念 去開一間主題的咖啡館 是關於旅遊的 開了第一間牧羊少年的咖啡茶酒館 希望背包客 一些旅遊的愛好者 他們可以過來我們店舖這一邊 Gathering 一起看看我們的書櫃的旅遊書 去計算一下他們的行程 2012年開始的時候 我們主力就做很多一些 關於旅遊主題的活動 第一個活動舉辦 就叫做以書逸啡 旅遊書這件事很有趣 你可能買了一本書去旅行 看完之後其實那本書就沒有用 實際上對你來說沒有用 對其他可能有用 所以我們就覺得 不如環保一點吧 你用完這本書 拿你本書來 我們請你喝一杯咖啡 然後你本書就放在我們二手的書架上 其他想去這個地方 城市旅行的人 來到剛好有用 你就隨便拿20元出來 放進箱裡 你就可以拿走那本書 然後那個箱裡的善款 我們定期就會捐去做慈善用途 有很多客人都會問我們 除了以書逸啡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旅遊活動 我們邀請很多不同的旅遊達人 過來分享一下他們 一些旅途上的所見所聞 《牧羊少年的世界地圖》這本書 其實就是我們自知出版這樣出 我們這本書為什麼會做呢 其實是因為一個活動叫《移民會友》 然後我們發現了香港旅遊書的閱讀文法很窄 經常我們去到找書都是一些攻略款 爽玩爽吃爽買 沒有一些接近心靈的一些深度的旅遊書 所以我們那時候舉辦了這個活動 因為其實香港人他們去很多地方旅行 冰島、南美洲、邊道的地方 香港人其實都留過他們的腳毛在那裡 然後我們就集齊了一些優異的作品 就出了這一本書 所以這本書其實現在 在書局甚至我們店鋪裡面 都還有得賣的 那些錢就不是我們賺的 那些板稅全部都會捐回澳比斯做慈善用途 因為我們想幫助病人治好眼睛 讓他們可以多看這個世界的東西 我自己以前沒有開這間餐廳之前 其實我自己是一個咖啡師 所以我一直以來都很想花多一點資源 去培訓我們咖啡那一邊 因為現在香港的咖啡文化是越來越厲害 每一年夏天 其實我們都會帶我們的咖啡師同事 就過去台灣那邊 進修我們的咖啡 在台灣那邊的導師就是林冬元先生 其實我們會很推介我們的客人 自一些鮮奶咖啡 因為冬元老師最厲害就是鮮奶咖啡 沐陽少年這個全名 沐陽少年咖啡茶酒館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茶類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喝咖啡 我們這裡有很多客人會喝一些花茶 晚上有酒牌 我們都會有一些酒類供應 太子這間分店 我們主力就是做一些手工啤酒 手工啤酒我們有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配合我們旅遊的主題 野食方面其實我們這間店主要是做一些gathering類型的客人為主 所以我們做的野食多數都是一些for gathering 大家一起分享的野食 例如只要四個人以上他們幾乎都會點一個叫做大食拼款 什麼叫做大食拼款 其實就是我們有十幾款派對食物的東西聚集在一起 所以那些客人一來到 怎麼都會點一份是一起sharing 還有譬如我們的沙律 比外面的份量來講 都會是大大小一點 因為我們絕對不是給你一個女孩子自己吃的東西 我整班人一起睡